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想过你家平平无奇的雪柜 除了保持食物新鲜之外 还随时收藏着惊人的秘密呢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发生在葵青石尼村 一宗有关雪柜的案件 而案中一连串看下去随机发生的事件 但是就将可怕的真相逐一揭开 究竟这一切是不是只是离奇的巧合呢 在60年代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 所以出现了逃亡潮 很多人都走难到香港 当中包括一个由潮州来香港的男人 江炎君 江炎君一身来到香港展开新生活 凭着黑虎内劳的性格 顺利赚到不少收入 后来虽然中国文革终于告一段落 但是他仍然不打算回香 反而继续在香港打拼 之后他在香港娶了第一任妻子 可惜没多久就离婚 没多久 他就认识了一个比他小五年的女人 彭玉兰 彭玉兰是一个泰国华僑 在香港出生但是在泰国长大 他的亲人全部都在泰国生活 而他就沽身在香港工作赚钱 两个独力在香港打拼的人有着共同的话题 关系发展迅速 最终彭玉兰成为了江炎君第二任妻子 他们住在石离村第八座三楼的一个单位 还在附近十一座地下经营一间药材店 两个人的生意愈做愈好 之后还生了个儿子 而儿子长大之后 就选择移居到父亲的故乡潮州生活 还为一家人添了一个孙 不过江炎君和彭玉兰不忍心放弃经营多年的药材店 所以就不要跟着儿子回家 留在香港继续打理生意 孙是过着没有经济压力的生活 可惜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不促之下的出现 将会令他们的生活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 在1983年的一天 有一个年轻的男人突然来到江炎君家门前 江炎君发现这个男人原来是自己的孙 江林成 当年江林成只有16岁 自己一个离乡别井来到了香港 他表示要寄居在爷爷家 而当时江炎君和彭玉兰没有把孙子赶走 被他在这里暂住 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孙子只是短时间逗留 很快就会回回潮州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江林成根本就没有打算离开 江炎君见到孙子寄居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离开 就问他来香港的原因 不过江林成没有回答 只是向爷爷表示他是偷渡来香港 知道了孙子偷渡之后江炎君很惊讶 于是他就不断寄信给在潮州的儿子 要求对方来香港接江林成回家 但是儿子一直都没有回信 令江炎君很烦恼 虽然他希望孙子回回家 但是始终他不忍心把孙子赶走 更加不敢向警方求助 所以他只可以让孙子继续在这里住 同时暗地里继续寄信回家 祈求儿子快点来香港接走孙子 随着江林成慢慢长大 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反叛挖强 更加经常向爷爷拿钱 而且他还经常以潮州粗口 向两个长辈大声责骂 令伦居都不声其反 对他的印象都很差 而妈妈彭玉兰对这个孙子也越来越反感 每当孙子向爷爷拿钱 彭玉兰都会跟他吵架 硬见老婆对孙子非常不满 江严军只能劝他继续引药 直到孙子离开 但不幸的是 在1987年江严军突然中风 他不能再经营药材袍 而妻子也要留在他身边照顾他 所以他们只可以将药材袍租借给其他人经营 每个月收取4500元租金 而彭玉兰每天都会扶住行动不便的江严军到附近公园散步 一起做简单的运动书展筋骨 街坊见他们经常一起出入 都认为他们是恩爱的老夫妻 同时由于收入大不如前 彭玉兰认为孙子不应该继续问他们拿钱 所以他对江临城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两个人更加时常出现口角 关系更加恶化 两婆孙子吵架的声音还经常惊动到邻居 街坊也概叹他们的孙子非常反叛不孝 而仍在康复的江严军原本以为 老婆和孙子的争执总会有平息的一日 但是他想都想不到 两个人恶劣的关系 竟然会引致一件一发不可收拾的事 时间去到1990年11月6日 彭玉兰和江严军分别已经60和65岁 孙江临城趁家没人的时候 就拿走了麻麻的提款卡 还按了里面的钱出来 当晚彭玉兰知道了他的钱被偷之后 就非常愤怒 他一路之下决定向警方举报 孙子偷到来香港 随即警方想满将江临城拘捕 还在第二日即11月7日 将他押到深圳拘留所 之后江严军也写了一封信 打算寄给在潮州的儿子 叫他到深圳拘留所接江临城 但是江严军最终没有寄出这封信 孙子被押回内地 江严军原本以为妻子和孙子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江临城对麻麻恨之入骨 同时他竟然僥倖没有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只是在深圳拘留一段时间就获释 在1991年2月11日 江氏夫妇三个月的宁静日子 就再被孙子打破 因为24岁的江临城再次偷渡来香港 还打算继续谋取爷爷的积蓄 江临城再次来到爷爷面前 还表示他以3000元赚了一个安排偷渡的石头 协助他偷渡来香港 不过由于他身无昏文 所以就要求爷爷帮他支付 彭玉林立即反对 不让丈夫为他付钱 他还直指孙子偷渡会连累亲人 但是江临城就反驳 认为妈妈上一次举报 只好一边应认借3000元给孙子 一边安抚妻子 江临军向妻子说 孙子今次来只是为了得到身份证 结果他引让一下 在江临军的调解之下 真执总算暂时平息 而江临城也得偿所愿 再次和两佬在石梨村同居 但是这个短暂的平静 原来只是暴风雨的前夕 因为谁都没想到 这家三口竟然会突然人间蒸发 时间来到了1991年4月中 石梨村八座三楼 也即是江市夫妇居住的楼层 持续传出一阵恶臭 令邻居都非常困扰 同时 有人发现原本每天都出商入队的 江市夫妇不见了身影 也将没听到彭玉兰和孙子的吵闹声 邻居觉得是有QK 所以他们就在4月17日 将这件事告诉房屋处 希望对方可以派人调查 职员到场检查 发现臭味真的由彭玉兰和江炎军警家传出来 职员连回拍门 但都没有人回应 只好报警求助 警员到场调查了一阵 决定传照消防员破门进入单位 但是单位里面没有人 物件都摆放整齐 唯一令他们怀疑的臭味来源 是厨房装着糞便的谈官 他们将糞便倒走之后 房屋处的人员就以铁链张门锁 打算等两位屋主回来才再处理 虽然当他们清走糞便之后 臭味仍然在 不过他们只是以为臭味仍未散去 但是在三日之后 即是4月20日 警方再接到街坊报警 表示臭味有增无减 接报之后 警方再次上门调查 由于屋内臭味浓烈 加上单位两个屋主都突然失踪 令警方认为这件事不尋常 所以警方决定彻底搜查屋里面的物品 很快警方就发现臭味是由冰箱传出 一个警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冰箱 发现里面只是有一个用胶袋包着的球形物品 还散发着强烈的腐臭味 警员于是慢慢打开胶袋 眼前的警物令他立刻吓得把个袋放在地上 随即球形的物体由个袋滚了出来 在场所有的警员都吓得撞呕 因为他们看到在地上滚动的是一个血淋淋 没有面皮和头发的人头 过了一段时间警员才回过神 还照来了发衣 发衣掩饰之后 推断死者已经遇害近一个星期 由后脑的位置伤痕推测 死者被重击头部致死 然后被肢解 究竟这个头脑是属于哪个受害者的呢 由于突然发现一宗命案 警方立刻封锁单位还带走三十多代的证物 包括染血的衣服 床板 菜刀和一批信件 同时警方也从街坊的口中得知 这个单位除了屋主江炎君和彭玉兰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江临城的孙同住 江氏夫妇每天都会一起去到公园散步 而两个孙就经常发生争执 在4月13日的夜晚 鄰居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之后就再没见过两个老屋主一起散步 又鄰居更加表示 在4月15日 即是争吵声出现两天之后 见到个孙江临城在家清洁 还将很多杂物堆在垃圾房 之后江临城也都再没出现过 为了确认死者的身份 警方曾经要求街坊认私 但是街坊听闻尸体的模样很恐怖之后 全部都拒绝要求 警方只好等待法医详细的验尸报告再作推论 后来法医进一步的验尸报告指出 死者是一名50至70岁的女士 综合街坊的言辞 警方推断死者就是彭玉兰 而兇手可能就是她的丈夫或者她的孙 当中就以她的孙严而最大 不过警方也不排除两个人有合作的可能 为了查明真相 警方才要找出两个人 没多久 他们就发现在4月15日 即是个孙被目睹张杂物棄置那一天 死者的丈夫出境潜往潮州 警方立刻派人到潮州尋人 同时警方也登报呼吁大众协助尋人 谁知就在警方登报之后两天 即是4月22日 警方收到一个护士报案 指死者的孙江林成因为受伤 现在身住在马加利医院留医 警方随即到医院将江林成得到警局文化 同时警员也在潮州找到江炎君 发现她对妻子遇害一事不知情 就骗她说妻子患病带她回香港 两个疑空一个受伤留院 另一个甚至不在香港 究竟当时发生了些什么内人尋味的事呢 由医院被带到警局的江林成 面对警方的陪问 意识度已经无法再隐瞒 于是就将真相1510地说出来 现在就等我们时光倒流 纷纷去邻居发现恶臭的前四日 即是4月13日 当日目里面只是得受害人彭于兰和孙江林成 他们再次发生争执 因为彭于兰发现自己和丈夫的联名银行户口 里面的30万存款被人提取了出来 他断定提取人就是孙江林成 而其实他当时的推断正确 因为案发之前 银行职员目睹江炎君和孙多次来到银行 提取总共30万的存款 由于几十万存款突然消失 彭于兰要挟说要再向警方举报他偷渡 江林成听到他说要报警之后 就立刻情绪激动向他拳打一脚踢 彭于兰难敌年轻力壮的孙 只可以去厨房拿出一把彩刀 作势要斩对方 江林成见到这个情况 就随手拿起一张摺凳抵挡 但是在飞动摺凳期间 但不小心打中彭于兰的后脑 彭于兰随即倒地不起 血不停地由后脑的伤口涌出 而江林成阴入他血流不止 最终彭于兰重伤身亡 由于这个时候爷爷还没回家 江林成就打算尽快处理尸体 他决定分割尸体 还将残脂放在不同地方 他将双手放在水盘 双脚放在洗衣机 驱缸就用布包住放入衣柜 但是更令人不寒疑律的是 他还特别处理已经分割的头脑 将头发和面皮削去 再用胶袋包住放入冰柜 在处理尸体同时 江林成也不忘拿走 妈妈衣服里面的燕金 在清理完现场之后 他就冷静地等爷爷回来 当爷爷回家发现不见妻子的时候 江林成就向爷爷我称妈妈回家 在乡下探亲 另外江林成提议爷爷回回乡下 为爸爸申请商情证来香港 在4月15日 江严军听从个孙子的提议 返回潮州 妈妈身亡 爷爷刚刚离开回乡下 家里只有江林成一个人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他决定毁灭证据 除了收藏着丝头的冰柜 其他摆放着残骸的傢尸都被他棄置 为了确保计划漫无一失 他还亲眼看着清洁工人 将傢尸和杂物抬到垃圾车运走才放心 但是接下来发生一连串的巧合 令这件震惊的事件 冥冥中注定要被揭露出来 时间来到了棄屍之后那天的夜晚 江林成不愿意留在藏有尸体的家里面 所以他就拿着早前在妈妈身上拿走的钱 都旺角夜总会消遣 榴莲忘返 直到第二天的凌晨 江林成又旺角回到石梨村的途中 竟然在石梨街外群酒家外被行劫打云 他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劫走 而且倒地昏迷不醒 有途人发现不醒人事的江林成 所以就报警还将他送到去玛加烈医院 但是世事就是有时那么难以自信 爷爷江严君早前因为不记得交电费 所以就在江林成昏迷送院期间 空无一人的家里全屋断电 收埋在冰箱的尸头因为漸漸腐烂 传出臭味 所以才揭发了真相 后来爷爷江严君在警方陪同之下回回香港 他知道了真相之后大感震惊 冷静过后他就向警方说出个孙子和妻子的恶劣关系 警方录罪了口供之后 就更加确定江林成就是杀害彭于兰的兇手 江林成被还压到1993年 案件终于在高等法院开審 有个孙子被捕至到案件开審期间 年老的爷爷江严君早已经在1992年因为中风去世 当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審之后 江林成突然在庭上表示自己是被警方冤打成招 他表示自己没有杀害彭于兰 真正的控手是已经小小的爷爷 他表示案发当日自己外出回回家之后 就发现妈妈已经死亡 他还指爷爷和他说他自己和妈妈发生争执 愤怒地将对方推倒 他的后脑刚刚撞到台阁而死亡 江林成表示由于不忍心年老的爷爷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他就帮手处理尸体还安排他回潮州 但是陪审团不相信年老的江严君会杀害妻子 他们认为江林成只是将罪行推到他已经死足的爷爷身上 死无对症 不过陪审团就相信他被捕当时所说的版本 他只是智慧间错手杀死彭于兰 最终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 但是誤杀罪成判监八年 究竟江林成当日是不是故意杀死妈妈呢 而爷爷江严君是不是对这件事有毫不知情呢 因为江严君很清楚两麻孙关系不好 如果妻子真的出门探亲 又为什么会告诉孙儿听而不是直接告诉丈夫呢 那孙儿的说话充满疑点 但是爷爷就没有怀疑 而江严君又为什么会在案发之前提取了三十万现金呢 可惜关于以上的疑点 随着爷爷的逝世也无从考究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两次偷渡来香港 而且犯下杀人大罪的江林成 最终只是被判八年 但是就令原本可以安享万年的江氏夫妇 阴阳相隔 相继身亡 而江严成韦斯灭绩之后 发生了被打云送丸和全屋断电 这些一连串看下去好像随机 但是就一步步揭露真相的事件 你又认为是不是只是诡异的巧合呢 谢谢你收看这件案件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件案件的看法 记得like和subscribe原子档案这个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